一旦心理的投射改变了 执着也就跟着消失了 感谢观看 我们的欲望可以强烈到纵使心上人有许多过失 还是显得完美无瑕 而且我们还会因为执着 而夸大了微不足道的正面特质 发生这种情况正表示我们的爱 动机是出于个人的需求 而不是对他人的真心关怀 不带执着的悲心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需要明确区分 悲心和执着的差异 感谢观看 真正的悲心不是情绪上的反应 而是基于理性的坚定付出 由于这种坚固的基础 对他人真正的悲心的态度 就算别人负面相向 也不会因而改变 真正的悲心 真正悲心的基础 不在于我们自身的投射和期望 而在于他人的需求 无论他人是敌是友 只要他人是敌是友 只要他需求临近与安乐 想克服苦难 我们就能据此 培养起对他们的问题 真心关怀 感谢观看 对佛教行者来说 目标就是要培养这种真正的悲心 即希望另外一个人 其实是世间一切友情 安康的真切心愿 无论他人贸美或平凡 友善或狠独 他最终跟我们一样都是人 都想要快乐 不要受苦 并且 他们去除苦痛 也跟我们一样 当你体会到 一切友情在求安乐的渴望 和获得安乐的权利上 都是平等的 你自然就会感觉到同理心 即跟他们的紧密契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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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 唤醒无影的暗门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 位于屏东县纯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旅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起活动力 来到狗儿门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牌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嗷嗷待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之门 大口吃的满嘴都是 不亦而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轮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 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 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 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详婉言 并且永续经营 坎顶护生园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顾名中华护生华护生协会 首先抽象中华成纪 那么我们设备 你見诞中华护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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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护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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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护獲牌 日置华护 天 manger 佛教要我们有这个空性 空性是告诉我们 一切平等不要执着 佛教要我们有这个空性 这个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性是告诉我们 一切平等不要执着 它是离开外在的任何一切 我们都不能单独的存在 所以对外在的一切 要有这种感恩的心 希望跟它结善缘 希望它离苦 所以希望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就像各位来到这边 也暂时放下你世俗的家 所以你很想融入在这个风景里面 这也是一种暂时的修行方法 也不错 不执着的心态 要不执着的心态 我看你 不执着的心态 我看你 不执着的心态 我看你 你不要执着的心态 我看你 不执着的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